那個問題,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剛剛的錯誤是發生在2008年的2月29日期 它變成1954還是多少,蠻奇怪的 其他日期都不會錯,只有這個 所以後來我把它改一下 就是改成用Format的方式 改完之後,這個問題就不發生了 蠻奇怪的,如果你用這個MID 因為理論上當然如果用MID 還是要算一下它總共後面的字數 不過理論上因為後面沒有字數,應該是不會錯 可是就只有這個地方錯 我在想說2月29日 這個日期是不是因為 它這個系統判斷錯誤的關係還怎麼樣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Format也很簡單 就是它原來的年 AND後面的話,就是加上斜線M斜線D 因為剛剛移程好像是串一個AND 我發現其實AND直接放這邊,應該就更簡單 然後呢,後面的話就是串什麼 串它下一個儲存格 就是它下一個儲存格的年跟日 把它串在裡面去就OK了 然後底下的話呢,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結果應該是OK 讓我們來看一下,最後最終的版本把它跑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這個應該就可以final了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要解決一個問題 其實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try 至於說大概最後的結果是OK 不過它要多一個,多一個這個 那我可能我剛剛這個日期還沒刪除 這個是OK的,這是OK的 所以應該是,假如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再刪除日期 所以我建議你是複製一個工作表 先刪除它原來舊的日期 然後再去做格式化 OK 然後這樣應該理論上是OK的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如果要刪除不要的這個資料 那我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用排序好了 所以我把原來的刪除列改寫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 有點像剛剛提到的就是把游標放在C1 讓它做排序的話 而且是要反向排序 那這裡可能你要必須要學會 一樣用range物件 如果排序的話一樣就是用range 那游標放在C1的話 你可以先以C1這個儲存格 當成是基準 然後後面加一個方法叫sort sort的話就顧名是排序 然後排序後面其實有蠻多的參數 那其中只要給兩個參數就可以 第一個的話key一定要給他 那key的話就是他自己本身 所以你再把這個range C1 再複製一次給他 這就是他的key 逗點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跟他講說 我有欄位名稱 那有欄位名稱的話 因為他的這個參數名稱叫header 所以如果我 假設我不要一個一個慢慢填的話 那你可以給參數名稱 叫做header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一下 header 冒號等於 也 所以你加這個冒號等於 前面的是他的參數名稱 冒號等於 就是強制我要指定哪一個參數 因為他參數好幾個 我就是如果按照順序 你就逗點逗點下去 你就不用給這個參數名稱 可是如果你不按順序 你要跳到其中哪一個 你就給參數名稱 那有沒有這個欄位名稱 有 上面有這個特別號 那你就是加一個xls 好 那這樣子ok了 就把它排序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排完序底下的東西刪除 所以刪除的話呢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這樣run 先run這一行 先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了 有了 可是問題來了 他這個地方是按照 遞增還是遞減呢 其實他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遞增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遞減的話 不過遞增跟遞減結果好像一樣 OK好啦 反正就是先這樣排序好了 他已經排完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刪除什麼 以這個當開頭 然後以哪個當結束呢 以這個當結束 所以我需要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的話就是 也許叫r1好了 r1等於什麼呢 等於向下追蹤 哪一個向下追蹤呢 就是range從c1幫我向下追蹤 得到的那個列的結果加1 因為我從這個c1向下追蹤 and 然後向下追蹤得到的那個點肉加1 ok從這邊開始 那把這一行也許把它複製一下吧 然後這邊不用加1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最下面這個追蹤 那這個追蹤從a1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改成a1 那最底下是給他取一個叫r2好了 那如果我要刪除這個範圍的列的話很簡單 叫rose一樣叫rose 然後呢跟他講說哪一列到哪一列刪除 那你只需要什麼 中間加一個冒號就可以了 哪一列到哪一列的刪除 這個程式碼 不過跟我之前寫的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我好像只有給一個參數一個r 那我這邊原來是用冒號到最下面哪一個 所以我現在的話呢 直接就是給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r1 所以這邊r1 然後呢到哪一個 指定的範圍給他一下 ok所以我們就是這邊記得用冒號 這個冒號部分的話記得 我們是必須給一個字串 然後後面再and r2好了 然後呢把他後面加一個後刮符 加一個delete 也就是說呢把這個範圍我不要的 好那就把它刪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把程式再往上推好了 移上去試試看好了 r1看一下是哪一列呢 2035應該沒錯 然後r2應該是6100應該沒錯 那把這個範圍多的列給刪掉 ok 好 那當然最後的話 比較理想狀態 因為現在呢他是按照什麼 按照特別號排序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希望按照日期排序的話 那其實同樣的方式 你可以什麼 在這邊改一下 就是range 把這個c1改成a1.sort 那一樣呢給幾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 他的key key一樣是延續a1 那有沒有header 有 所以甚至可以把這個拿來 有沒有藍過名稱有 那可能還有一個地方 递增還递減 逗點 那递增還递減的參數名稱 叫order1 我可記得這邊是 應該是order1 ok 所以我就給一個參數名稱叫 order1 冒號等於 如果你 打 order1 冒號等於 他就會問你說 那你是要 递增還是递減 那我因為要递減 所以我就用da distinct 這個參數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一樣把這個程式 往上再倒車一下 递減看看 這應該是递減吧 ok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 他就幫我把它重新再排序一下 但是似乎好像也有 剛剛一樣的錯誤 所以顯然他這個日期 好像2008年的2月29這一天好像 特別有一些問題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我剛剛本來是用那個 mid不ok 那這個format好像也不ok 看一下 所以這樣的方式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排序之後再刪除 相較於剛剛一個一個刪除 效率會非常差非常非常多 至少差100倍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個有關排序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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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